嘿大家好 我是吉德鞋 今天跟大家聊聊梅迪奇家族 那先說一下 梅迪奇這個名字原文是Medici 有人翻譯作梅迪奇 也有人翻麥迪奇 美帝奇 就音譯而已 那我們這支影片就先同用梅迪奇這個翻譯 梅迪奇家族是在意大利的佛羅倫斯的一個名門望族 從15世紀一直到18世紀中期 在整個歐洲可以說是勢力最強大的名門望族之一 他們的族跡橫跨全歐洲 從教宗到王室到銀行到藝文建築等各領域 甚至可以說整個歐洲文藝復興時代就是他們推動的 人們也把梅迪奇家族稱為文藝復興教父 藝術界著名的文藝復興三節 達文西 米開朗基羅 拉斐爾 也都是梅迪奇家族資助的對象 可以說沒有他們就沒有文藝復興 整個西方文明就不知道要花多少年才能夠爬出黑暗時代 甚至連後來的地底大家發現 哥倫布之所以能夠發現新大陸 都是因為有梅迪奇家族在背後的經濟支援 所以可以說這個家族在整個人類文明的發展上 都有著非常巨大的貢獻 那麼曾經這麼輝煌的家族 他們是如何發跡 如何攀到鼎盛 最後又是如何衰落的呢 就是我們今天要跟各位聊的啦 首先梅迪奇家族跟其他傳統歐洲貴族有什麼不同呢 為什麼他們這麼了不起 而且還願意扶持那些富有才華 但出身低下的平穩 最大的原因就在於 梅迪奇家族並不是靠著貴族協同發跡的 相反的他們是依靠自己的才智 透過商業貿易累積財富 再透過政治聯姻掌握權力 才能夠爬到如此高的地位 梅迪奇家族的傳奇 從喬凡尼 得梅迪奇開始 喬凡尼出生在一個 不怎麼富裕的家庭 父親死後呢 也沒分到什麼遺產 不過他的叔叔 原本是在羅馬從事銀行業的 在退休以後呢就把銀行的事業交給了喬凡尼 隨後喬凡尼就搬到了佛羅倫斯 並且建立了梅迪奇銀行 梅迪奇銀行可以說是梅迪奇家族 所有豐工惟業的根基啊 因為有這個銀行 才有了後面整個輝煌的梅迪奇家族史 梅迪奇銀行在會計學上面首先採用了所謂的 富士記帳法 你看一般我們說要理財 就要從記帳開始 但我們一般人 私人的記帳就很簡單 就單純從你自己的角度 紀錄你這個人花多少錢 賺多少錢 一筆記錄一次就可以了 但是富士記帳法呢 則是會把每筆交易 分別記錄在一個借方 和一個貸方的帳戶上 也就是說你要站在兩方人的角度上 看同一筆帳 這樣才能夠明確知道說 錢去了哪裡 做什麼用途 資金流向才會清楚 才能夠明確反映 各項經濟業務的全貌 並且在記錄上也會進行分類 像借方有資產 負債 代方只有資本收入支出 那每筆交易都會分類記錄下來 你就可以一眼知道 這個帳戶上 到底財務分別狀況是怎樣的 而不只知道說 我現在是剩多少錢 或是欠多少錢 就靠著這個富士記帳法 梅蒂奇家族呢 快速的在佛羅倫斯的銀行業當中 脫穎而出 成為了佛羅倫斯 第一大的銀行 並且在 羅馬 日內瓦 威尼斯都開設了分行 也因此呢 可以說 梅蒂奇銀行就是 現代銀行的起源 那麼說到銀行呢 國泰世華銀行最近推出了結合新型態 金融科技的 金融服務站 不再受限於傳統銀行的營業時間 在全聯就可以自己操作囉 讓你在採買生活用品的同時 金融需求就能夠一併解決啦 金融服務站提供了多樣化的便利服務 包含基本的 ATM服務 繳費 存款 信用卡諮詢服務 跟數位諮詢服務 甚至啊 你要開戶用的資料收件啊 還有 全聯的PXPay 都可以在這邊一次完成 接下來 幫您介紹我們的網銀App 我們登錄的畫面除了可以看到 台幣及外幣的總額以外 還可以查詢到信用卡的完整資訊 除了帳單的部分呢 我們還可以做一個 鎖卡的功能 這邊示範給你 點選進我們的 信用卡裡面 在卡片安全鎖這邊 點選我要鎖卡 滑動鎖卡的 卡片 這樣子就可以了 喔這樣子如果卡片如果 臨時丟掉的話就不用在那邊 緊張了 對就不用特地打電話 去做掛施 網銀App 就可以協助我們 使用這個功能 了解 除了這個功能以外呢 我們的網銀 也可以進行 推播的通知 後刷卡都可以通知你 那我聽說你們的那個 ATM 好像不只是可以存款期款 好像有很多新的功能 除了我們這個 存款的功能以外呢 我們現在還有 推出一項特別的功能 就是進行 點燈 連點燈都有 對這樣就不用出去人擠人 只要透過我們的 ATM就可以一起完成 哇這個非常的 環保兼防疫的功能是不是 如果有不了解的話 都可以來金融服務站這邊 可以協助你們做這個服務 有時候呢就只是要辦一些簡單的事情 就要趕在三點半之前到銀行 然後排隊排半天 真的很花時間 甚至呢 上班族的話可能還要請假去辦 有了國泰世華金融服務站 這些簡易的金融服務 就不用這麼麻煩啦 營業時間到晚上9點 下班再去都來得及 而且如果你在操作上面有問題的話 還有專業的服務人員可以直接跟你面對面教學 不怕你不會用喔 國泰世華的金融服務站 是傳統銀行往數位科技 賣開的一大步 透過數據累積 虛實整合 來得到更優化的服務體驗 目前呢在台北天母有一間旗艦店 全台各地也有機動店進駐 未來還會持續擴大增設 也許以後 你家附近全聯就會有了喔 其他詳細資訊可以到影片下方的資訊欄 金融服務站網頁查詢喔 好我們回到故事裡喔 在這個喬凡尼老了以後呢 他就把這個事業 交給他的兒子 科西默 德梅迪奇 但這個科西默啊不但沒有當個作響其神的富二代 反而呢把梅迪奇家族的影響力更進一步的擴大了 他開始大量借貸給全歐洲各大企業 廣泛的投資 因此獲得了許多的人脈 更擴大的財源 他在 米蘭 倫敦 巴塞隆納 凱羅等各大都市 都拓展了媒體型一行的版圖 甚至還跟教宗搭上線 成為了教廷的重要財源之一 那這個科西默呢也因此成為了佛羅倫斯的建築 就是說名義上他還是一般的市民 但實質上呢他早就已經掌控了整個佛羅倫斯 他們家族的財源可以輕易的去收買官員 任由他擺佈 那這麼快速的崛起 當然就會引起原本既得利益者的不滿啦 又剛好 科西默當時對臨近的城市 盧卡發動了戰爭結果戰敗了 這就讓反對派找到理由 趁機把科西默給流放到了威尼斯 不過他的影響力和財力實在是太可怕了 再加上科西默走了以後呢 佛羅倫斯反而失去了共主 陷入內鬥的狀況 才不到一年的時間 政府就不得不取消他的流放令 那科西默則是狹帶著超高的支持度 回到了佛羅倫斯 並且持續在背後統治著佛羅倫斯長達30年的時間 在這30年期間 科西默大量的資助 歐洲各地偉大的藝術家和建築師 這年代的把整個家族的名聲給洗白 而且還可以讓這些藝術家跟建築師 在他們作品裡面給他歌功頌奪 也因此 梅里西家族從幕後掌權者 變成了德高望重的名門 在科西默死後 佛羅倫斯甚至授予了他 國父的稱號 你就知道這個名聲有多誇張了吧 那這個統治者的地位 則繼續傳給了科西默的兒子 皮耶羅 但是啊 皮耶羅僅僅繼位5年之後 就因病過世了 位置又趕緊傳給了皮耶羅的兒子 羅倫佐 德梅迪奇 羅倫佐年僅20歲就繼位成了佛倫斯的建築 這讓反對派有機可乘 這反對派有同樣從事銀行業的競爭對手 帕奇家族 以及當時的教宗 西斯瀆四世 於是他們在1478年 4月26日 趁著羅倫佐跟他的弟弟 朱利亞諾在教堂禮拜的時候 進行了一場 刺殺行動 結果朱利亞諾遇刺 但羅倫佐則幸運的富商逃走了 事後呢 羅倫佐血腥鎮壓這群反對派 暗殺了一位主教 試圖要殺雞儆後 也讓他的競爭對手 帕奇家族直接滅族 但是暗殺主教的行為就出怒了教宗 雖然說是你這邊先派人暗殺他的啦 但教宗就動用他的權力 直接開除了羅倫佐的教級 甚至後來直接恥夺了整個佛羅倫斯的教權 意思就是說你們整個佛羅倫斯的人 都因為羅倫佐的關係不配當我們天主教的信徒啊 這可以說讓羅倫佐變成縱使之地 直接社會性死亡 雖然說他試圖抵抗 但這時候敢支持他的人已經不多了 話說如此 在羅倫佐掌權的這幾年期間 他其實對整個歐洲文明的復興起了重大的作用 首先他更大手筆的日資助 藝術家和建築師 包含米開朗基羅 達文西 波提切利等 文藝復興的代表性人物 另外他還派人從東方找回了大量古希臘的著作 並且僱用大量的人工進行抄寫 然後傳播到全歐洲 還在歐洲各地蓋圖書館 所以他其實對文化保存這方面有著非常巨大的貢獻 但也因為如此 他花了太多錢在這上面了 甚至幾乎要把梅蒂西一行的錢都搬光了 羅倫佐最後於1492年逝世 而梅蒂西一行呢 只在兩年後的1494年 就宣告倒閉 現在要來接這個爛攤子的 就是羅倫佐20歲的兒子 皮耶羅二世 那根據後世的描述呢 皮耶羅二世他的個性十分的傲慢 軟弱又散漫 其實性格上面並不適合擔任一個領導者 因為他上任兩年之後 野心勃勃的法王查理八世 看到一有機可證 馬上率兵入侵義大利 讓整個情況更是雪上加爽 後來不得已 在丟掉了數個城堡 以及比薩港和利弗諾港以後 又按法國簽下的不平等條約 整個家族元氣大傷 更是徹底失去了民心 最後這個皮耶羅二世就被憤怒的市民們 趕出了佛羅倫斯 最終在義大利的 加里亞諾河逆死 當時他才31歲 不過雖然梅蒂西家族這個繼承者被逼死 但他們家族裡面還有其他兩位繼承人 在宗教上面已經爬到了最高的地位 其中一個就是 皮耶羅二世的一個弟弟 喬凡尼 這個喬凡尼不是最一開始 創造梅蒂西銀行的那個喬凡尼 這已經是他的玄孫了 這個喬凡尼在1513年 當上了羅馬教宗 利奧時世 也有翻譯叫做梁時世 這位教宗後世給他的評價其實是蠻高的 他的脾氣很好 做人慷慨大方 而且不會濫用權力 愛好和平 不想要捲入戰爭之中 而且還熱愛科學跟文學 同時還是一位音樂家 利奧時世的唐帝 後來也當上了教宗 他唐帝是誰 還記得前面提到那個羅倫佐的暗殺行動嗎 後來羅倫佐逃走 但他弟弟 朱利亞諾不幸被殺 而就在這個朱利亞諾死後一個多月 這一位 朱利奧就誕生了 而他後來也當上羅馬教宗 成為了克萊門七世 不過到了克萊門七世當家的時候 他選擇與法國國王做同盟 試圖對抗神聖羅馬帝國的查理武士 結果打了敗仗 西班牙軍隊包圍了整個羅馬 並且把教宗給綁走 史稱叫羅馬之節 被綁走的克萊門七世 被囚禁在羅馬的聖天使城堡當中 後來好不容易想辦法逃了出來 但這時候的教宗 已經沒有任何余力去阻擋 神聖羅馬帝國 於是他只好選擇 重新跟查理武士談判 他幫查理武士加冕成為 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兼義大利國王 確立他統治的正當性 而交換條件是 查理武士要幫助梅蒂奇家族 奪回並確保他們在佛羅倫斯的主導權 那佛羅倫斯共和國呢 從此正式改為佛羅倫斯公國 克萊門七世就指派了 皮雷羅二世的一個私生子 雅力山德羅來擔任佛羅倫斯的統治者 成為佛羅倫斯的公爵 所以從這裡開始 梅蒂奇家族總算是名正言順的成為了這個新的 佛羅倫斯公國的統治者 這時候梅蒂奇家族雖然已經真正掌控了佛羅倫斯 但他們家族的聲望早已大不如前 那該怎麼辦呢 有誰能夠站出來拯救整個家族 和佛羅倫斯公國的命運 這時候 梅蒂奇家族裡面出現了一個救世主 以一人之力 重振了整個家族的聲望 他就是 柯西莫一世 這個柯西莫一世呢 其實不是我們前面講到的那個 國父柯西莫的直系子孫 而是在國父柯西莫那一代 柯西莫的一個哥哥那邊分支出去的 不過這位旁之裡面的柯西莫一世來頭也不小 他的爸爸是家族裡面第一位的 雇佣兵隊長 你不要聽到好像 雇佣兵隊長就覺得很low 雇佣的聽起來就很遜 當時的雇佣兵其實非常龐大 而且有組織的軍隊 雇佣兵隊長在當時也是有 呼風喚雨的地位的 而柯西莫一世的爸爸呢 當時是全意大利 最知名的雇佣兵 勇敢對抗神聖羅馬帝國入侵 最可以說是意大利的民族英雄 那前面提到 當時執掌大權的是 佛倫斯的公爵 亞歷山德羅 不過呢 亞歷山德羅才27歲就遇刺身亡 對 身為一個梅蒂奇家族的成員呢 隨時都要做好被暗殺的準備 對吧 這時候呢家族裡面就有人看中了這個 龐之裡面的柯西莫一世 但其實並不是因為說 他年紀輕輕就很有才能什麼的 而是看準他年紀還小 希望呢把他當成傀儡給扶植起來 於是 當時17歲的柯西莫一世 就這樣子繼承了 佛羅倫斯的公爵這個位子 但誰也沒想到這個柯西莫一世 真的是天中英才啊 他將佛羅倫斯治理的 井然有序 賞發分明 更鞭策 公務人員要盡忠職守 財務方面則清理了大量的債務 重建良好的財政體系 公務健身上面則修建渠道 改善港口的運輸和海防措施 甚至呢還進行了佛羅倫斯的都市更新跟美化 文化藝術方面呢只是避免 反宗教改革的勢力入侵 扶植文藝復興的活力 更建立了意大利最具有歷史意義的美術館 烏菲茲美術館 贊助了多位的藝術家 可以說對意大利的文藝復興起到了巨大的貢獻 對外則讓14年羅馬帝國的皇帝查理武士 正式承認科西默為佛羅倫斯唯一的領導 在1569年得到了 托斯卡尼大功這個稱號 梅迪西家族的領導人不再只是建築 公爵的身份 從此之後就正式確立了 梅迪西家族在佛羅倫斯的統治權 並且往後延續了長達將近200年的統治 史稱梅迪西王朝 一直到了18世紀初 這時候梅迪西家族面臨了多重的難題 首先家族財源已經快要枯竭 錢都花光啦 再來就是當時才遇到一場大瘟疫 以及人口不斷的移出佛羅倫斯 讓佛羅倫斯的人口下降了將近一半 所以家族的影響力也早就大不如前 更嚴重的問題是 家族裡面現在缺乏男性繼承人 到了第六任托斯卡尼大功 科西默三世的時候 他有三個小孩 老大結婚了8年多 都遲遲沒有生小孩 老二女兒也只有一個不被家族承認的私生子 所以家族的希望就落在老三 吉安加斯托內 德梅迪奇的身上 他爸爸開始想盡辦法要給他找對象結婚 但這時候梅迪奇家族的聲望已經大不如前 只能夠找到一個 位於現在德國境內的一個小國家 裡面可能的一位繼承人 他還是寡婦 這個對象是他姐姐幫他安排的 但其實就連他姐姐也看不上這個寡婦 只是真的沒辦法了 眼下就做這個選項 那吉安當然不願意啦 可是沒辦法 還是被硬逼著結了婚 婚後的生活對吉安來說 簡直跟地獄一樣 你想想看 要跟一個自己根本不喜歡的人結婚 然後整天還有人一直問你說 你什麼時候要生兒子 世人應該都會受不了吧 所以吉安就開始酗酒 最後終於受不了 直接離家出走逃去了巴黎 後來又跑去布拉格 還染上了毒瘾 趁著一屁股在 連布拉格的總主教 都是他的債族 到最後是請來 給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和皇后出面勸說 這個吉安才心目感情不厭的回到佛倫斯 但他也堅決不願意見他的妻子 整天就是繼續喝酒 發酒瘋這樣 等到柯西末三世臨終的時候 他那個大兒子 早就已經死了 對他大兒子死得比他還早 再來二女兒呢 也還是只有那一個私生子 所以逼不得已就只好傳給這個 還可能有這麼一丁點希望生兒子的吉安 吉安就這樣成為了第七任托斯卡尼大公 結果他一上任 居然就馬上把當初幫他安排婚姻的姊姊 給逐出佛倫斯 然後找到他已世哥哥的老婆 就是他大嫂 直接把所有治理國家的事物 全部交給他 然後自己整天飲酒作樂 在一次典禮上 吉安喝得爛醉 跌倒就像扭傷了腳 從此就一直臥病在床 但吉安死後呢 原本是要由他姊姊回來繼任的 但這時候他姊姊年紀就已經很大了 也早就沒有什麼實質的統治權 所以呢就直接被排除在外 這時候啊 外人的手就伸了進來 西班牙 大不列顛 奧地利和荷蘭的統治者們 就開始在梅比奇家族的族譜上面往上找 最好是能夠找到一個 夠名正言順 但實際上又不是梅比奇家族的成員來繼承 把權力從他們家族手裡拉出來 他們就往上找到了 上一位這個家族裡面最有威望的人 那就是 法國王后 瑪麗德梅迪奇 她是在1600年嫁給了法國國王亨利四世 成為王后 生下的兒子路易十三 而且還在路易十三年紀還小的時候 就曾經 涉政 掌管大權 好他們就這樣子找到了這個瑪麗王后 這距離當時已經是100多年前的人 然後就開始往下找 這個瑪麗王后的後代也沒有適合的人呢 就找到了卡洛斯三世這號人物 這個卡洛斯三世呢是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五世的兒子 所以這個意圖夠明顯了吧 就是想把托斯卡尼大公這個稱號 從梅里西家族那裡搶回來 實際上呢是由西班牙王室來掌管佛倫斯公國 不過呢 卡洛斯三世後來放棄了這個機會 原因是他回去當西班牙國王啦 因為他哥哥過世了 能當西班牙國王 兼納布勒斯和西西里國王 什麼托斯卡尼大公就無所謂了 所以他就把這個繼承權轉讓給了位於現在法國東北邊的一個小國 洛林公國的洛林公爵 洛林公爵是成為了托斯卡尼大公 這時候他就改名叫做 法蘭切斯科二世 其實像他們這種貴族啊在繼承了一個新稱號以後 有時候名字呢就會改成歷代 擁有過這個稱號的人的名字 像他在當洛林公爵的時候就叫做 佛朗索瓦三世 因為歷任的洛林公爵有佛朗索瓦一世跟二世啦 但其實他跟他們一點血緣關係都沒有 那法蘭切斯科一世呢就是第二代的托斯卡尼大公 當時還是梅蒂奇家族的人 所以為了增加一點點的合理性 秤一下名氣啊 輪到他當托斯卡尼大公的時候 他就改名叫做法蘭切斯科二世 但一樣跟法蘭切斯科一世完全沒有血緣關係 總之在1737年7月12日 法蘭切斯科二世正式繼位成為了托斯卡尼大公 結束了梅蒂奇家族在佛倫斯總共長達300年的統治 題外話很有趣的是這個法蘭切斯科二世呢 後來居然當上了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 名字又變成了法蘭茲一世 他是先靠聯姻 在1736年與 瑪莉亞特雷莎結婚 這個瑪莉亞不得了 他是神聖羅馬帝國皇帝 查理六世的女兒 而因為這個時候呢 一向統治著神聖羅馬帝國的 哈布斯堡家族 已經沒有男性後代了 所以原本查理六世想要把 奧地利大公這個位子 傳給瑪莉亞 然後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位子 傳給瑪莉亞的老公 也就是後來的法蘭茲一世 但是因為他是女生 所以當時就有許多國家反對 那反對和支持的兩方就打了起來 史稱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 打到一半的時候呢 查理六世就死了 所以支持的這一方就趕緊先投票 法蘭茲一世就被選為 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 後來這場戰爭呢 支持的那一方還真的打贏 瑪莉亞成為了奧地利女大公 而法蘭茲一世就名正言順 當上了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 所以我覺得真的最屌的就是這個法蘭茲一世 居然從一個小國 洛林公爵到最後呢 爬上去變成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 建立了洛林王朝 但其實也流傳一種說法就是說 實際上呢 整個神聖羅馬帝國的實權 都掌握在那個女強人 瑪莉亞手裡 那法蘭茲一世只是台面上的皇帝而已 但這個說法還是有點爭議啦 總之這就是 歐洲曾經最具影響力的家族 梅迪奇家族 從發跡到鼎盛 再到衰亡的過程啦 他們的財富 勢力 支持了整個歐洲文藝復興的運動 在科學 藝術 音樂等各領域 都對後世 真一直到現在 都有非常深遠的影響 好那梅迪奇家族的故事就各位講到這邊啦 其實我也是為了做這支影片 才真正去了解這段歷史 那因為我也不是歷史本科出身的嘛 所以如果真的有講錯的地方 請大家見諒 也歡迎在下方指證一下 那如果說你真的有興趣了解這段歷史的話呢 可以去看 《金融帝國的興衰》這本書 你看這麼轟 但這本書主要是圍繞在梅迪奇銀行啦 而且老實說 真的蠻硬的 所以要有一點心理準備 好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喜歡影片的話記得按個讚 還有訂閱頻道 按下小鈴鐺 我們下次再見啦 Bye Bye by bwd6 by bwd6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